请听小说《仙逆》第596章 天威 百道寂灭之,化作寂灭之光,这一刻它冲天而去,与红雷碰撞。 一生比至刚才更为剧烈的天之崩明瞬间回荡,整个天空在这一刻都为之遗产,好似日月颠倒一般。 寂灭之便是吸收一切生计,化成寂灭之力,与天结红雷的碰撞中更是把无数生计吸收。 但,它的威力比之天结还是不足。 红雷冲击中,寂灭之的黑芒迅速的消散,转眼间便化作虚无,红雷降临,它的颜色略淡。 王灵一头长发飘动,它盯着呼啸而来的红雷,眼中露出一丝绝不屈服的目光。 它索性散去全身的生枝烙印,把三千七百多道烙印转化成为了杀戮之气,右手向着天空一指,一道道灰激,疯狂地从其手中冲出。 三千七百多道杀戮之气,掀起了一场剧烈的杀戮风暴。 王灵在这风暴之内,它双目露出浓浓的杀击。 杀! 王灵一声低吼,它手中杀戮之气疯狂地冲出。 三千七百多道融合为一,化作一条苍龙,这苍龙是杀戮之龙。 王灵双目威虹,它不但拥有杀意,而且还拥有杀心。 它不是第一个对天有杀心之人,但能做到这一点者,足以成为一代天教,真正的天教。 王灵的性格是牙子比报,管你是不是天道,是不是这苍天,你若想杀我,那么我便杀你,不管你是谁。 带着杀心,带着杀意,王灵的杀戮之气化作的苍龙,就好似有了灵魂,好似有了生机。 这条苍龙,这条苍龙便是王灵逆天的意识。 杀! 苍龙咆哮着,直接一口吞下红雷,即便是天结红雷在这一刻,好似的为之一案,被苍龙一口吞下。 但天结是天之惩罚,带着天之杀机,杀戮苍龙虽强,可还是不足。 苍龙崩溃,可他的崩溃却是使得红雷更加的暗淡,其大小也骤然回缩。 苍龙的咆哮语音,尚在天空回道,那红雷却是冲破了苍龙的身体,直奔王龙。 在那天结红雷落下的瞬间,王灵全身的头发诡异的飘动着,他右手食指上一抹黑芒诡异的出现。 画魔 王灵双眼中红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唯有魔才具备的魔念。 他体内的所有仙力疯狂的逆转,化作魔力。 在这一刹那,王灵脚下的仙玉小山,这仙玉本是乳白色,在这一刻却是好似被墨水淋洒一般,瞬间便被黑色蔓延。 几乎是电光火时间,整个仙玉小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黑色。 其内的仙力被完完全全的转化成为了魔力。 画魔指在这一刻,已从未有过的威能出现在了妖灵之地。 即便是司徒男心灵施展这画魔指,也绝不会比王灵高出太多。 因为此刻的王灵,他转化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仙力,而是把无数的仙玉组成的小山,全部随着体内的仙力而逆转,全部化作了无穷的魔力。 指尖的黑芒,那里面蕴含的不仅仅是魔力,还有王灵的道。 他的道,仙道也好,魔道也好,因为蕴含了对天的反抗,对天的逆行。 这一指,点出了王灵的心。 那黑芒内,更是蕴含了执着,蕴含了王灵为了保留李木暗的身影,而与天斗的勇气,更是蕴含了他从一界凡人经历大难,历经无数险阻,最终踏上这条修道之路的决心与永不屈服的意念。 这一指,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黑芒迎向天结红雷,这一刻整个天地之间好似回到了鸿蒙之际。 红便是天,黑便是地,这红代表了天结,这黑代表了逆意。 红与黑的碰撞,惊天动地,天崩地裂,整个天妖城在这一刻都为之颤抖。 这颤抖蔓延,方圆无数里内,竟是山摇地动。 一阵阵砰砰之声,不断地从大地内回荡而出,好似有无数奔雷在地底乍响一般。 在这震动中,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 万丈广场全部碎裂,四周看台全部坍塌,无数人被狂风卷起,向四周疯狂地甩去。 所有的妖家,全部急速地退后,好似晚上一步便会被牵连在那一半。 妖帅,面色微变,一个个散开,唯独天帅他距离王林最近。 此刻目睹了一切,却是轻叹,右手伸入怀里,拿出了一个楚带,从楚带内飞出了一个玉瓶。 还深深地看了一眼,一甩之下扔向王林,随后转身离去。 在王林的上空,黑与红同时消散,天节红雷在近翻百道黄泉纸,三千七百多道蕴含了王林杀天之心的杀戮之气,化作的苍龙,把无数仙玉全部逆转炼化而出的巅峰化魔纸。 在这无数的神通依依消融之下,天节红雷终于散了。 红雷消散的一刻,大地不再震动,略有恢复。 整个天妖城内,无数人的恐慌形成了一股极为压抑的气氛,笼罩四周。 在消散的瞬间,王林面色苍白,天帅扔出的玉瓶被他抓在手中,其内只有一粒弹药。 这弹药王林没有扶下,他眼中露出凝重之色,抬头看向天空。 天要杀人,却仅仅一道雷劫,王林不幸。 画房上的青年,他此刻同样神态凝重,望着天空,脸上引有惊荣之色。 天空,红云并未消散,但也没有任何剧烈的反常,好似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但这安静却是无形之中,转化成为了一股压力,笼罩天地之间。 这,这是。 青年面色大变,他再也无法保持从容的神色,身子虚空一踏,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他出现时,却是在了帝都上空,在这个位置,如此的接近天节红云,即便是死人也不由的头皮发麻。 这次弄得有些大了,青年苦笑,他身子几乎刚一出现,便立刻伸出右手抓向王林,他要把此人从帝都内抓出,让他在别处杜劫。 若是这天节如他之前那般猜测,那他也不会如此惊慌,可现在这天节却是让他有种不妙之感。 刚要伸手,此人立刻停止,抬头看向天空,苦涩地想到,这小家伙被天节锁住了,此刻把他移开,我做不到。 青年深吸口气,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身子一晃之下,由一变二,由二变四,整个人刹那间化作八人。 八个一模一样的青年迅速地瞬移至听邀城外八个外城,施展大挪移之术,硬是把这八个外城内的所有居民在瞬间全部转移。 这种神通气强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即便是此人,也是施展了最隐秘之术,才勉强做到。 就在他刚刚做完这些的一刹那,天空骤变,天空的红云从四周迅速凝聚,笼罩整个天妖城。 一股威严,一股威严,缓缓地从天落下,这威严几乎刹那便把整个天妖城覆盖。 青年此刻身在城外半空,察觉到这威严的瞬间,却是面色再变。 这,这是天威,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身子迅速落地,落地后,他哭笑道,天威降临,老祖宗们不知会不会出现。 王林站在处处碎裂的万丈广场上,望着天空,其眼中不屈的目光,没有半点改变。 天劫第二次惩罚降临。 这一次,天劫是以天威出现。 天威,什么叫天威? 天威便是天之威严,天威之下万物俱灭,天威移动,风云色变。 天威不容任何生灵反抗,天威之下你必须要屈服,屈服在天之下,威之中。 这便是天威。 天威降临,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天而降,天空之上巨大的红云,漠然间奇奇下降了一寸。 这一寸的下降,顿时使得王林的四周碎裂的广场,在这一瞬间砰砰砰地全部爆开。 那行程的气浪,尚未掀起,便立刻被生生地压下,打入地面之内。 天威之下,这气浪没资格掀起,王林只感觉身子一沉,好似有万斤之力压在了身上一般。 他身体内,传出阵阵清脆之下,这一刻,王林有种夹在了天地之间,被这天地挤压的错觉。 这种感觉,好似当年他修为尽废,沦为凡人时,在炼魂宗内灵脉中的修炼,被灵威压下全身时一模一样。 紧接着,天威再起,整个天空的红云再一次下降一速,这一次,无穷的压力从天而降,漫涨广场四周的宫殿在阵阵砰砰声中,顿时崩溃,化作碎末。 这种崩溃,随着天空威严的降临疯狂的蔓延,以王林所在之位为中心点,转眼间,小半个帝都皇宫处处坍塌。 王林的双脚,纹丝不动,一股强烈的不屈之意,从他的身体上爆发出来。 他抬起头,望着天空的红云轻声道, 我,我不会屈服。 天空的红云中传出阵阵奔雷,再次下降。 一寸,一寸,又一寸,这一次连续下降的三寸,天威笼罩。 整个大帝,传出不堪承受的声音,整个帝都皇宫所有的建筑,在这一瞬间全部粉碎。 天妖军,天妖城内,屹立无数万年的帝都,除了那圣物妖谷, 其余之物,在这天威之下全部化作了尘埃。 这一刻,好似天塌了,这便是天威,在天威之下,必须要屈服。 你若不屈服,就会被这天威生生的压死。 天洞杀机,必须要死。 在帝都沦为废墟的刹那,一股股愤怒的气息,从地底内疯狂的冲出。 小说,仙匿,第597章,妖谷。 狗屁天姐,混蛋小子,你们敢毁我天妖军地图? 该死,都该死,你这娃娃该死,这天洁更该死。 哈哈,天洁,好。 老子先祖就是应洁而生的,度天洁修炼。 今天老子倒要看看,你这天洁,有什么威力? 阵阵愤怒的咆哮,从地底疯狂地冲出,拔地而起。 虽说天威压下,但这气浪却是硬生生地破开石杖的高度。 在这五道气浪中,五个白发苍苍旦双目,却是极为浓郁的妖艺之芒的老头子冲了出来。 这五个老头子,只从外表看去就能感受到一股岁月的痕迹,他们赤裸着上身,干瘦的身子上,居然有一股近乎蛮荒的气息。 天空的红云剧烈地翻滚,再次下压了三寸。 整个地都,大地砰砰碎裂,亡灵全身密出血滴,体内骨头发出阵阵挤压之声,血肉更是好似被无数座大山压顶。 亡灵双脚站在地面,大地崩溃中,他的双腿顿时深深地陷入气内,到了膝盖的位置。 一股压迫,随着天威降临,直接落在心神,好似有一个无比威严的声音,在亡灵原神之中咆哮。 亡灵挣扎地抬起头,望着天空一语不发。 在这天威中,五个老头彼此不但没有不适,反而狂笑起来,一个个居然在这种威压下,从地面飞出,飘在半空。 哎呀,叔父呀,难怪老祖曾说这天威虽说是个狗屁,但压在身上,却是叔父的老子想要骂人呐。 放屁,老祖宗们什么时候这么说了,本明说的是天道就是个小娘皮,你要是不想被她压在身上,就要想办法把她压在下面。 你们两个都胡扯,我把老祖宗们留下的所有典籍都看了至少百遍以上,怎么就没看到这样的话? 这五个老头子,你一言我一语,彼此争执起来。 天威更怒,红云漠然间居然直接下压了八足。 大地轰鸣,整个帝都的地面深深地被压碎,掀起一股环形的气浪。 虽说并未飘起,但地面内好似龙蛇游走,远远地散开,破极小半个天妖城。 五个老头子声音默然止住,他们的身子瞬间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拍下, 直接从半空生生地拍在了地上。 亡灵处于天威的中心,境内传出嘎吱之声,陷入地面的双腿立即下沉。 这一次,他只剩下小半个身子露在外面。 地面上的五个老头子立刻爬起,指着天空破口大骂。 老子身为古妖后代,古妖不在法界之内,超脱了天道的束缚。 你这狗屁天洁,算个鸟啊。 这五人骂声中一个个迅速地从地面飞起。 这一次,他们全身腰力纵横,瞬间那浓浓的腰力便把整个天妖城全部覆盖。 在这一妖气中,五人高高地飞起,直奔那红云而去。 天威浩荡,天空的红云又一次压下,这一次是遗仗。 整个天妖城,在这一瞬间好似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拍下,顷刻间全部化为飞灰。 大地更是在轰隆隆中出现了军烈,这军烈的缝隙极大,眨眼间天妖城所在的大地四分五裂。 王林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子内传来阵阵地崩溃,他整个身体在刹那间便深深地埋在了地底,只留下地面上一个深深的坑袜。 那五个欲要冲向红云的老头子,此刻没有任何悬念地,再一次从半空摔下,在地面上留下了五个深坑。 屁股天姐,你毁我天妖城,老子跟你拼了。 深空中,有一个老头子大怒,从里面爬出来怒声道。 此刻,外界的一切,王林已经感受不到了,他身在坑底,全身已经没有了知觉。 他的体内经脉寸断,全身的骨头更是出现了粉碎。 天要杀人,若不屈服,没有活路。 芒林双眼睁臣,一直到此刻,他眼中仍然露出不屈的目光。 身体可以被挤压,元神可以崩溃,但道心却是绝不能妥协。 世间修饰,若有逆修出现,无不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天道惩罚。 一个悠悠的声音在这一刻,忽然在王林的心神中回答。 天道不怕有逆修者躲避,因为一旦心存弊异,则不是在逆。 天道真正顾忽的,是那些不选择躲避,而是选择迎战的圣灵。 对于这一类圣灵,天道会把心抹去。 你并非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别人问鼎,或顺或弊,不会引下天结,而你选择直接面对,所以天结自然降临。 天道不允许出现第三类逆修生灵。 在无数年前,宇宙初开之际,有一个种族他们与天同罪,此族只能获利益大无穷,以利正道,以利逆天。 或神通惊人翻手灭道,以神抗天。 或杀戮嗜血,杀念溢走,生灵涂炭,以死变天。 他们称自己为谷,天结无法让其毁灭,天威无法让其屈服,他们成为了这世间第一类逆修生灵。 此后无数年,古之一族分裂,厉大无穷者自称古神,杀戮涂炭者自称古魔,而神通灭道者自称古妖。 他们便是第二类逆修生灵。 悠悠的声音回答王林的心神之中。 此刻的王林尽管肉身已经崩溃,但其心神却是一片宁静。 你是古妖。 我是古妖。 王林沉默。 王林沉默。 只是,我不完整。 我苏醒的一刻便是在那妖谷内。 我能感受得到,在这妖灵之地内,其他八个妖郡同样有类似我的存在。 他们选择的方法和我一样,都是制作了类似龙潭的地方,教化子民。 我与其他类似我的存在,在这无数年来有过沟通,但始终都无法统一想法。 每一个类似我的存在,都想要吞噬对方,使得自己强大。 这,或许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完整的方法。 所以,便有了妖灵九军无数年的战争,修士的出现,使得这场没有胜负的战争出现了倾斜。 所以,你们这些修士才会在妖灵之地内得以存在。 你出现并与我说这些,定有原因。 王林传出神念。 没错,我可以帮你修复身体,帮你度过这天劫,可以在天妖郡内给你足够的权力。 你需要为我做一件事情,帮我取回其他八军的圣物。 王林沉默少请,缓缓说道。 妖灵之地无数年,不会只有我一个逆修者吧? 没等王林说话,那声音轻叹,打断了王林的话,缓缓说道。 你不是第一个逆修者,但你却是第一个以凡人修炼古神者。 在你的身上,我能感受到古神的气息。 这气息很淡,科学很纯正。 妖灵之地被我教化之人,无法承受我的力量。 他们的身体无法承受我的存在,即便是再强者也不行,因为我与他们不是一族。 修士的身体,虽说比之此地只能略好,但一却也有限,只有极少数者才可以勉强接受我的力量。 你,比所有人都适合。 这是我选择你的原因。 王林沉默,许久他平淡地说道。 修复我的身体,给我可以对抗天洁的力量。 如你所愿。 那声音回荡,在这一瞬间,深埋在地底深处的王林,他的肉身被一股浩渺之力覆盖。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地恢复,静脉重新连接,而且比之以往更要坚韧。 骨头一片片的凝聚,完全恢复,甚至极强度比之前也要高出数倍。 血肉更是瞬间复原,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仙力在王林的体内游走,顺着经脉流转全身。 与此同时,那覆盖其身体的浩渺之力,漠然间收缩,进入到了王林体内。 地面上,那五个老头刚刚从深坑内爬出,一个个正要继续破口大妈。 但就在这时候,忽然他五人全部一睁,目光瞬间全部盯向那王林所在的深坑。 这,这是老祖宗的气息。 其中一个老头睁大了眼睛,喃喃自语道。 王林的身体从那深坑内飘出,他一头长发无风自动,整个人双目合上,但却有一股无法想象的妖力从其身体上散出。 天微之下,王林身子升空,那来自天地的压力,好似在这一刻对他没有任何用处一般。 随着王林的升空,他身体散发出的妖力在其背后凝聚,刹那间化作了一个高约百丈,巨大无比的虚幻之影。 此影投身双脚,全身散发出阴森森的气息,皮肤呈紫黑色,他的出现在这一瞬间却是使得天空红云传出阵阵剧烈的咆哮与轰隆的雷鸣,好似妖孽出世一般。 经小说,仙逆,第598章,问鼎之经。 这虚影此刻,与王林一样,也是双目紧闭。 王林升空至极,地面上的五个老头立刻目瞪口呆。 他们直勾勾地望着王林身后的虚影,脸上露出极为恭敬的表情。 真的是老祖宗,老祖宗出现,莫非此人便是老祖宗找了很久的那个人吗? 五个人相互看了看,就在这时,天空的红云疯狂地下压,并非是一寸一寸,而是一丈两丈三丈,转眼间便是十丈压下。 但听轰隆隆的巨响回荡天地之间,整个天妖城不但坍塌,而且全部都深深地凹进了地底。 向下看去,天妖城已经不在,阵阵尘土根本就无法掀起,全部被死死地拍进了地底。 一个巨大的盆地,出现在了原来天妖城所在之处。 这还没有结束,在那盆地的边缘,一处处裂纹疯狂地蔓延,在阵阵咔咔声中,大地继续崩溃,那盆地不断地扩大。 红云的下压,天威的降临,同样没有结束,那红云下沉十丈后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压下。 此刻远远看去,那红云沉甸甸的一大片,好似随时会从天空掉落一般。 红云不断地下沉,阵阵轰隆隆的雷鸣,随之猛烈地传来。 这声音回荡中,撤响天地。 地面的裂缝疯狂地蔓延,在阵阵咔咔声中,方圆十里,百里,千里,万里之内,全部都成为了一片碎裂。 大地崩溃,化作碎片散开,但立刻这碎片便会被挤压,成为碎末尘土。 昔日繁华的天妖城,此刻早已不在了。 王林身在半空,处于天威压力的中心点。 在这不断地天威降临的一刻,他身子一动不动,好似沉睡了一半。 就在这时,王林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他猛地睁开双目,在他双眼睁开的一刹那,他身后的骨腰虚影也同时睁开腰目。 这一刻,王林的身体好似有某种奇异之力操控,他缓缓地抬起右手,按向天空红云。 随着他的动作,其身后的骨腰同样抬起巨大的右手,按向天空。 若是仔细看可以看出,并非是王林先动,而是那骨腰先抬起了右手。 灭道。 骨腰与王林同时开口,但这声音却是从王林的口中传出。 这两个字虽然轻微,但话音一落的瞬间,一股滔天的妖气漠然间从王林与那骨腰身上爆发。 与此同时,王林的身子好似利剑一般直接冲出,直奔天空红云而去。 他身后的骨腰随之而动。 天空红云内,雷鸣之声好似天之愤怒,疯狂地咆哮。 红云急剧地下沉,转眼间便与王林无限地接近。 一掌,云碎。 骨腰的一掌,王林的一掌,落在了下沉的红云之上。 一股狂风骤然而动,红云好似那恼怒的海浪,阵阵雷之咆哮,回荡天际。 王林的身子,默然从天空退下,一直退到大地之上。 在其双脚碰到地面的瞬间,巨大的波动漫急。 万里废墟的边缘再次碎裂,这一次是十万里。 方圆十万里内,大地崩溃。 王林身后的骨腰,在王林落地的瞬间,也同样踏在了地面上。 只不过,他的身子却是有些涣散。 天威不可逆,骨腰身为第二类逆修者,一生对抗天结无数。 烧情之后,其身子再次凝食。 天空之中,红云消散。 但就在这时,在红云消散的瞬间,一道石杖粗细的鸿芒,漠然间从遥远的天空尽头,瞬间落下。 这鸿芒的威力,比之前的红雷天结强大了太多,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之物。 这鸿芒的目标不是王林,而是他身后的骨腰虚影。 骨腰和王林同时抬头,在那骨腰双目中,突然爆出一道妖芒。 赤霄云芒,我已经好久没有品尝它的味道了。 那骨腰在鸿芒来临的瞬间,居然从王林身后一跃而去,一口吞向鸿芒。 鸿芒进入骨腰体内,那骨腰全身崩溃,但立刻便又重新组合。 如此崩溃,组合,崩溃,组合,在短短的树心内,崩溃了一万次,组合了一万次。 骨腰的身子,最终从半空被生生的逼下,踏在了大地上。 以他的脚为中心,一股环形的波浪,疯狂的蔓延,这波浪高约三丈,蔓延之下,如同是大浪逃杀一般,瞬间便阔及十里,还在继续。 但听大地传来轰隆隆之声,十里外的地面全部碎裂,卷起波及十倍。 百万里内,在这一刻,大地好似被重新翻开,处处废墟。 天空,红云彻底的消散,恢复了正常。 那骨腰打了一个宝格,眼中有疲惫之色,化作一道青烟,消失在了天地之中。 三个月后,来龙潭见我。 骨腰的声音并非传入亡灵耳中,而是浩浩荡荡地传递开来。 骨腰消失,蒙鸣身子向前踏步同样消失在了原地。 轻风吹过,五个老头从废墟内爬出,五人相互看了看。 这鸟天姐,原顿,你小子给我滚出来。 其中一个老头,哇哇吼道。 原顿,给你老爷给我滚来。 三溪内你若不出来,老子把你扔进龙潭管你个百年。 这些老头子一旦吼起来,便是一个个撕开了嗓子,传出阵阵雷鸣般的咆哮。 一道残影从远处废墟内迅速爬出,以极快的速度飞来。 当听到几个老头子的怒吼后,此人面露苦笑,蜜咬牙身子一晃,出现在了帝都广场。 孙二云顿,见过五位老祖爷爷。 此人连忙说道,他正是那画帮上与王林拔酒整夜的青年。 你这个混蛋,这天妖城就这么没了。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给老子把这里恢复原样,否则老子把你扔进龙潭管你一百年。 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管他一辈子。 最后一个老者轻哼道。 青年身子一颤,苦笑的点头说道, 为老祖放心,孙二一定三个月内把这古妖城恢复。 啊,对了,那位老祖宗看重之人,你去找他,三个月后带他去龙潭。 五个老头说完,看了一眼大地的废墟,身子一晃,消失不见。 王林出现时,是在万里外,他刚一出现,便立刻神石横扫。 随后,深吸口气,右手一拍除袋,拿出了一枚令牌。 这令牌是进入那神秘洞府之物,通过此物,他可以随时进入洞府。 按照令牌内记录的口诀,王林连连打出印记。 那令牌闪烁白光,瞬间包裹王林,消失了。 再次回到那由尊寿连接的石台,王林刚一现身,便立刻急速而走,直奔洞府而去。 天劫之后,王林立刻察觉到,自己意境彻底圆满,正在与先利融合。 这一发现,立刻让他内心一惊。 问鼎,招文道息死已。 若是这期间一个不好,他一生修为断颂不说,更是原神崩溃。 如此一来,虽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外界的古神之体,但王林却是不敢赌。 问鼎是一道关卡,必须要在极为安全之地进行,才可以把一切外界的因素驱除,保证最大的成功。 这洞府,无疑是最好的问鼎之处。 王林速度极快,越过一个个平台,最终来到了洞府外。 一闪之下,便踏入那熟悉的洞府。 王林一路直奔地发现了九湖的听信,来到那里以后,他迅速地盘膝坐下,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一拍楚代。 楚代内,剩下的仙玉已经不是很多,毕竟经过天节一战后,仙力损耗很重。 此刻,楚代被王林一抖,其内所有仙玉顿时飞出,在厅械四周的地面铺满,堆积成一处处小山。 大量的仙气立刻弥漫四周,王林目光一闪,从楚代内拿出遗物。 这是一个指甲大小的红色浴室,这浴室一出现,就连四周的仙气都为之一顿,好似这一刻,时间停止了一百。 此物之内,散发出一股天道之危。 问鼎之经 当年周一前辈所测,近日我若问鼎成功,前辈之恩此生铭记。 王林深吸口气,右手抓住此经一口吞下。 做完这些,他闭上双眼,整个人沉浸在意境与仙力融合的问鼎之中。 时间慢慢地过去,王林的面色始终如古景般,步起波澜。 他四周的仙欲不断地消耗,不断地化作碎末,无数的仙力被他吸收进入体内。 问鼎之人,体内原神中会产生一个问鼎之经,死经如同肉身中的心脏一样。 他是原神的心脏。 周一的问鼎之经,便是王林的第二个心脏。 就在王林问鼎之际,天妖城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恢复,大量的妖兵从天妖郡各个城市迅速集合在这里,重建天妖城。 不知多少万里外的那片远古战场上,集中心位置的黑塔中最顶层,那漆黑的铠甲头部,两道幽光闪烁。 连古妖都出现了,为你抗下天洁。 要是就这样把你吸了,有些可惜。 但错过了这个机会,想要再吸了你,不知要等多久。 问鼎之力,虽说不多,但也不能放过。 问鼎之力,第五百九十九章,问鼎初期。 意境与先利的融合,这是一种燃烧。 以先利为燃品,炼化意境成为一粒问鼎之经。 在问鼎之经,炼化而出的瞬间,可以有那么一刹那,会有一种化身虚无,神有天地的感悟。 这种感悟,极为难得,被称之为问鼎之物。 一般来说,修真心上的修士达到问鼎,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这问鼎感悟的力量抽回命魂。 虽说几率只有一半,但却必须要尝试。 亡灵的命魂已经收回,自然不需要选择此步。 他此刻身体四周放着楚带内全部的仙玉。 这些仙玉正在飞快地被挤压出最后一次仙力,最后化作碎末。 此地无风,这些碎末也就没有飞扬,而是如同石灰铺地。 大量的仙气从亡灵全身各个寒毛钻入体内,飞快地渗入经脉中, 极其地向着荣誉原神内的生死轮回意境凝聚。 一种自我炼化在亡灵的体内始终持续不断, 就好似点燃了火之风暴一般。 亡灵的体内正在进行着一种惊天动地的改变。 它的元神就好似一个巨大的碱, 意境便是那碱中之灵, 仙气则是那碱外熊熊燃烧的烈火。 火是越重,这碱便越是充满了灵性, 其内的意境便越是与之结合。 先例与意境的融合, 其最终的目的便是元神与之融为一体。 从此之后,再不分意境与元神的区别, 元神便是意境, 意境就是元神。 简外之火不断地燃烧, 越加地浓烈。 每当这火将要暗淡之时, 便立刻又有大量的仙气从体外吸入进来, 好似风吹火草一般, 使得火焰更重。 这场鲜火在亡灵体内燃烧, 它是无形之物, 寻常之人肉眼无法看到, 但若是以神识去看, 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幕, 亡灵全身散发火焰的惊人画面。 这句话所有问鼎的人都知晓, 于是无形之火也有莫大的关联, 若是无法度过这一道关卡, 那么此火将由无形变成实质, 从里到外把元神与肉身全部在一瞬间焚烧成灰。 火焰中的元神之茧越加地灵动, 其内的生死轮回化轴也不再保持原样, 而是慢慢地融化, 仿佛要与那元神之茧融为一体。 时间渐渐地过去, 燃炼元神之茧的鲜火始终没有半点消散, 随着鲜利的不断融入, 它越来越胜。 肩内的意境此刻全部融化, 形成了一股混沌之气。 此气在远古时期被称之为元气。 在远古时期没有修饰一次, 那时的修炼者称自己为炼气式。 曾经强悍一时的昆仑炼气式, 并是远古时期修炼者的典型代表, 他们之所以称自己为炼气式, 这气语词说的便是这元气, 他们修炼的也正是这元气。 这道元气在亡灵元神之茧内, 从意境中炼化温氧而出, 好似胎儿在母体中一般不断地壮大。 若是在远古时期, 这道元气不应在元神内, 而是抽离出来取代全身仙力的存在。 但自从仙界在虚无中出现后, 修炼者为成仙, 为求长生, 便把这元气称作本命真气。 外在包裹仙力, 所以便有了但凡一口真元上载, 便不会身茫的上古修士与仙人。 这一口真元说的便是这元气。 亡灵身体内无形之虎更为浓烈, 元神之茧中的元气渐渐地相互凝聚, 化作一滴水叶般的存在, 晶莹剔透, 变化各种形状。 只不过, 这水叶始终无法结晶化, 不能结晶, 便无法形成问鼎之精。 亡灵的神识极为清醒, 他尝试了多次, 还是没有成功后, 他深吸口气。 在这一瞬间, 他身体四周的仙玉, 砰砰声中全部碎裂, 成为了碎木。 全部的仙玉, 如同一道道急速飘动的烟丝, 顺着亡灵之鼻, 进入体内。 这最后仙玉内的仙玉, 进入亡灵体内后, 立刻便给那无形的鲜火, 瞬间增加了数倍的烈度, 一刹那, 好似有鲜火, 从亡灵口鼻蹊跷内喷出一般。 他的身体, 开始溺出大量的汗水, 只不过这汗水刚一出现, 便立刻化层水气, 向上空飘起。 渐渐的, 亡灵的头顶, 白色的水气越来越浓。 亡灵体内的鲜火, 已从未有过的浓烈, 向着元神之简烘烤烈花。 其内的那元气之水, 此刻在鲜火的炼化下, 终于开始了结晶化。 在其将要结晶的一刹那, 突然整个结晶一颤, 这颤抖无声无息, 但这一颤, 却是立即牵引了元神之简, 使得简动。 元神之简一动, 顿时其外的鲜火, 漠然出现崩溃的迹象, 居然不再炼化, 而是由外扩散。 亡灵身上, 那无形之火, 立即向着十字转化, 问鼎将要失败。 就在这一瞬间, 亡灵之前吞入体内周易赠送的, 另一类问鼎之精, 从亡灵肉身中的丹田浮现, 进入到了那鲜火之中。 鲜火, 对于此物来说, 不但无法波及, 而且随着问鼎之精的飘来, 那火焰居然略有暗淡, 好似此物可以将鲜火熄灭一般。 周易的问鼎之精, 飞到王林的元神之简旁, 没有任何阻碍的便融入了进去, 出现在王林的问鼎之精旁边。 两个问鼎之精, 一个是生死轮回, 一个是致死吃意。 周易的问鼎之精, 环绕着王林的问鼎之精一圈, 然后漠然间, 崩溃了。 他在崩溃的瞬间, 其内蕴含的元气在刹那间, 全部吸入了王林的问鼎之精中。 王林的问鼎之精,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地增长, 转眼间, 就从初始的支在盖大小, 变成了小手指一般。 此刻, 元神之简不再晃动, 旗外的鲜火也不再向实质转化, 这一切看似轻描淡写, 却不止刚才的一刻, 是生死一切。 融合了周易元气的问鼎之精, 在成形的一刹那, 王林体内的元神之简立刻收缩, 把这问鼎之精全部包容在了气内。 元神之简中, 一股新生的气息正在慢慢地酝酿。 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很久。 王林盘膝坐在那洞府, 一洞未动, 好似很久以来便始终存在一般。 外界, 斗转星一日月交替, 天妖郡内, 天妖城早就已经在十年前便重修完毕, 其大小与规模和当年之城一模一样。 帝都依然耸郡, 那天妖门下的万丈广场依然存在。 广场上那巨大的妖谷还在。 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天妖城的居民十年前避过了一场浩劫, 但当时的情形却是让他们终生难忘。 在天摇城,有关一个叫做王林的修士的传说始终不断,遥遥流传 当年的画房已经不在了,就连那画房上的人也已经消失,许是不再弹琴了 那与王林拔酒整夜的青年,这一刻却是在帝都的一处阁楼之上,遥遥望着天边 在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少女,这少女相貌美丽,但却有股调皮之色 若是许丽国在,看到这少女一定会流着口水扑上去,大叫小美人,你家许哥哥又回来了 那青年此刻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 奇怪,十年了,那个小家伙彻底的失踪 就连五个祖爷联手以神识查看也无法找到此人的踪迹 好似,好似他离开了这妖灵之地一般 天妖郡内,帝城 此城新建后,在东首临终之处,有一座尊荣的敌府 扶上牌匾写着四个大字 帝副帅府 府内仆人无数,处处甲山扑为幽静典雅 此刻,一个大汉身穿帅袍站在甲山后院内 望着远处的天空,神情中露出一丝感慨 在这大汉的身后,站着三人 这三人均都是穿着妖将铠甲 站在大汉身后,一动不动,态度恭敬 王兄,你到底去了何处啊 这大汉深深地叹了口气 洞府内,亡灵这十年一动未动 他始终盘膝坐在那里,好似食人一般 在他的体内,元神之简中温养慢慢地结束 一股惊心动魄的气息从简内慢慢地散出 不知过了多久 那元神画作的简,漠然间出现了一道裂缝 这裂缝很细,轻轻地裂开 紧接着,又一道裂缝出现 最后,更多的裂缝不断地在这简上滑过 简上的裂缝越来越多 最终,死简碎裂 碎裂的刹那 一道道灰色的光芒从其内闪烁而出 从那碎裂的简内,一个新生的元神缓缓地飘出 这元神通体不再是透明,而是实质化 即便是与肉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其内,问鼎之精缓缓地散出元气,流转其内 问鼎其修士,其元神就是意境 这才是真正的意境入体 元神飘出 那碎裂之简立刻融化 形成一丝丝滋润元神特有的养分 被元神吸收 最后一丝养分被吸收后 元神渐渐地盘膝坐下 在他坐下的一刹那 王林的肉身一震 十年来 第一次睁开了双眼 问鼎 王林轻声自语 其双目内闪烁出明亮之光 修到七百年 终于达到了问鼎的修为 问鼎放在任何一个六级修真国 那都是顶级的存在 即便是在七级修真国内 问鼎修士也一样是强者 而王林问鼎感悟静坐了十年 在那感悟中却是另有收获 老说仙逆 第六百章 生鲜果 此刻 天妖郡内远古战场中 黑塔内顶层 那铠甲中 两道幽光 漠然亮起 温定钢场 体内元气尚未完全融合 需要四十九天的时间 进行最后的稳固 这个时间便是我等了十年才等到 铠甲上 头盔内的幽光一闪之下 顿时宝塔外的天空 立刻传来阵阵闷雷 与此同时 在天空上 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瞬间出现 这漩涡太大 转动中好似可以把世间一切之物 全部吸收一排 四周天际 风云色变 就连远古战场内的无数魂魄 也都颤抖起来 宝塔中那铠甲上的幽光大亮 一股霸道的神石 顿时从宝塔内横扫而出 覆盖整个远古战场 紧接着 战场大地上的泥土 由数个位置冲动 一根根黑色的骨头 迅速从地底飞出 升至半空 这些细小的骨头 在半空中迅速的融合 转眼间便化作了一只黑色的枯骨手臂 这黑色的枯骨手臂 缓缓的飞至宝塔上空 在那漩涡之下停止不动 我积攒的力量不多 不能轻易浪费 而且此人此刻所在之地 也是我不愿去之处之一 这铠甲上幽光一闪 只见其上一截手臂护甲 立刻从整体的铠甲上脱落 散发出阵阵磨叶 漠然间从宝塔内飞出 直奔其上枯骨而去 那手臂护甲刚一碰到枯骨 便立刻扣在极上 与其紧紧的贴在一起 这枯骨手臂 在套上护甲的瞬间 立刻变得截然不同 阵阵磨的魔力 在其上疯狂的凝聚 去吧 把元气带来 那手臂一震 直接冲向天空中的漩涡 消失不见 只有温定休息 体内才会有元气存在 可惜我受伤太重 无法把远距离 已经与元身中 为一体的修饰元身抽出 只能选择在其突破之际 出手吸了元气 那少了一截户外的铠甲 起上幽光渐渐暗淡 最终熄灭 亡灵盘膝坐在洞府内 深深的吐出一口灼气 站起身子 他盘膝了十年 此刻一动之下 阵阵啪啪之声 从体内传出 好一会儿 才恢复正常 松动了一下身子 就在这时 他忽然面色一变 看向此处 掀附上空 但见此刻 一个黑色的漩涡 无声无息间 默然出现 这是 王林目光一凝 他在这洞府已经多年 从未看到过这漩涡 这漩涡出现太过巧妙了 偏偏是在他刚刚问鼎之际出现 王林声声 谨慎 此刻在那漩涡出现的刹那 身子一晃 直奔洞府之门而去 他身子刚一动 那漩涡转速 顿时加快 这一块之下 即漩涡的大小 顿时扩大 王林眼中寒芒一声 毫不犹豫 直接一拍处带 拿出洞府令牌掐绝指下 其身子立刻化作了一片虚无 眼看就要消失 在这一刹那 从洞府上的漩涡内 伸出了一个套着铠甲的漆黑手骨 向着王林所在的方向狠狠的一抓 这一抓之下 王林本要化作虚化 顺移而走的身影 顿时一晃 但立刻便消失在了原地 那漆黑的手骨略已停顿 缩回进漩涡中 漩涡消失 火妖郡内 一片连连无数里的巨大平原中 此刻天空漠然出现了一阵 扭曲的波动 王林一步踏出 他面色阴沉 换作是谁在刚刚问鼎成功后 就遇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都不会心情愉悦 他刚才以洞府令牌离开的一刻 受那手臂干扰 传颂居然出现了问题 此刻他神石一扫 此地一片陌生 就在这时 忽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黑点 这黑点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疯狂的旋转 几乎刹那间便形成了那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的出现根本就是无声不息 就连神石都无法提前察觉 好似这天下各处 即无处不在一般 王林面色阴沉 他盯着那漩涡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逃走 他想要看看 这漩涡内的手臂 到底有何神通 漩涡几乎在出现的瞬间 那带着户外的枯骨手臂 从其内探出 向着王林虚空一抓 这一抓之下 风未起 云未动 没有任何的神通变化出现 这简简单单的一抓 就好似凡人挥舞了手臂一般 王林眉头微肿 右手抬起 寂灭至第一次 在问鼎鸡的实力下施展而出 一道黑芒 相当于之前的十倍不止 且这黑芒中 还有圈圈环形波纹划过 黑芒好似奔雷呼啸而去 落在了那枯骨之上 在这一瞬间 那骨头上的护腕 立即散发出一股惊人的魔剂 这魔剂几乎化作了实质 一冲之下 便把寂灭纸挡住了 但这魔剂 却是小看了王林的寂灭纸 若是王林在没有问鼎之前 或许被这魔剂一冲 寂灭纸就会散开 但现在 王林以问鼎修为 推发辞职 四肢锋虽被挡住 但其内蕴含了 寂灭之息 却是无法被阻挡 魔剂与其相互碰撞的瞬间 居然迅速的消散 好似被生生的吸收了一半 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 王林刚刚打出一道寂灭指风 便立刻察觉到 一股无形之力 从前方飘来 这力量 好似微风一般 吹在身体上的瞬间 王林却是面色大变 他立刻察觉到 自己刚刚形成的问鼎原神 居然出现了一种好似 要随着这风般的 无形之力而去的感觉 甚至他的心神 都伸不起半点反抗 就连右手也缓缓地放下 原神渐渐地从体内 飘离欲要离去 一种困乏之感 悠然而生 王林眼中露出寒蟒 他身子在这一刻 因为原神将要离体 居然产生了僵硬 知觉症迅速地流逝 这一刻 他心中没有恐慌 有的只是一片杀机 他王林连天都敢逆 连天都敢杀 此刻 又岂能被这神通迷惑 王林拥有杀心拥有杀意 在这一瞬间 他杀心与杀意碰撞 产生了一股浓浓的杀气 一声低吼从他的口中传出 一道滔天的杀戮 从他的双目中透出 在这杀机下 那本脱离了半个身子的原神 居然生生地被他逼了回来 原神再次回到体内 王林冷冷地盯了一眼那手臂 不管你是谁 不要来惹我 王林身子向后一塌 这一塌之下 便是无数个挪移神通 同时施展 顷刻间 才消失在了原地 这手臂不可怕 可怕的是旗上的护腕 王林刚才试探着一指 便看出这护腕的旗翼 这妖灵之地内 旗翼人士众多 王林此刻刚刚问鼎 原神尚需一些时日彻底结合 不愿在此刻多惹是非 在王林离去的瞬间 远古战场宝塔内 传出一声轻疑 不愧是你修者 居然在我的天魔风下 已杀心硬扛 但你越是这样 我对你的原神便兴趣更大 在这妖灵之地 那些修炼古妖素之人 无法形成缘体 没有你们这些修士 才会在温顶的一刻 有原神出现 无数年来 几乎所有在这妖灵之地 达到温顶期的修士 在其突破的一刻 他们的元气都被我吞噬 你 也不会例外 王林挪移现身 此地是一片荒凉之处 不见山 不见水 处处枯草帷幕 但立刻 他眼中目光一凝 在此地远处 他发现 有一些静置 那手臂到底是什么 王林眉头紧皱 身子一晃 向远处那些静置飞去 很快 他便来到了那静置所在 放眼望去 此地更为荒凉 地面甚至有一些干裂 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 守护这里的静置并不巧妙 但却盛在量多 密密麻麻之下 居然不下数千个静置 这些静置 一个个都是连锁反应 触发一个 便等于是触发了全部 虽说粗糙 但效果却还是有的 等闲之人 即便是妖架 想要进入这静置中 怕是也有些困难 即便可以进入 也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才可强行破解 王林神石一扫 以他的修为 与对静置的掌握 这些静置并不入眼 他没兴趣进入其内 正想离开之时 忽然不远处的天空中 再次出现了那让王林 双目一凝的黑色漩涡 阴魂不散 王林眉头紧皱 眼中的寒芒越来越浓 这黑色漩涡两次三番的出现 着实让王林 有一些心敌涌现杀机 他冷哼一声 身子立刻下沉 直接踏向那处处静置之中 以王林对于静置的掌握 他所破除的 都是洞府内先进级别之物 破除眼下此地的静置 一如反掌 他只略看了几眼 目中便有无穷推眼 一闪而过 身子一晃之下 便消失在了那静置中 这些静置中 除了阻止外人进入的作用 还有便是以幻术隐藏 只不过遇到了王林 王林此生破解静置无数 此刻轻松的 在没有触发的情况下 穿过了静置 展现在他眼前之景 与外界大为不同 此刻还是平原 可一眼望去 却是被人为的分割出 一片片种植之地 散发出诡异的幽香 咦 王林略感诧异 他没想到这里居然是如此一处场景 而且更为奇异的 是这里所种之物 居然全部都是一种 生鲜果 王林表情有些古怪 这时候 四周的静置忽然出现崩溃 那黑色的枯骨 强行穿透 无数的静置 生了进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